我当时跟阿丹傻住了 如果消防员说的是真的话 那天晚上我跟阿丹吃的到底是什么啊 我忘了忘阿丹 他的表情好像快哭了 嗨大家好我是爱丽丝 这一集我想跟大家聊聊 那些年我们所听过的高速公路灵异事件 一直以来Cara Highway都是大马公认的猛鬼公路 由于多年来数之不尽的交通事故 让它显得更鬼影重重 其实除了Cara Highway之外 也有一些地段会发生一些离奇的事件 我会用第一人称的方式为大家分享 那些路段所发生过的离奇鬼故事 我叫小雅 我记得那年我九岁 我们一家为了去探望舅舅 爸爸决定带了我们整家人一起开车 从柔佛州去到登家楼 在90年代的时候 如果从一个州到另外一个州的话 必须翻山夜岭 要经过漫长的旅途才能够到舅舅的家 我还记得当天我们盘晚就出发了 一路上我跟妹妹坐在后座 那时候的我们没有置位型电话 旅途上除了打打闹闹 困了睡觉 其一的时间就是发自呆看着窗围的风景 不知道过了多久 当我醒来的时候 我们已经在一条很崎岖的小路上 道路非常的弯曲 左右两边都是森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是晚上十点左右 但不懂为什么 我会突然间感觉一种莫名的恐惧 瞬间起了鸡皮疙瘩 我望向窗外只看到一片漆黑 看起来我们是唯一的一辆车在路上行走 当时还小的妹妹也非常害怕的抱紧我 爸爸那时候打开了车窗点了个烟 但是诡异的是 我竟然闻到了一股非常香的香味 是茉莉花的香味 那时不懂事的我竟然跟爸说 爸我闻到好香的香味啊 爸爸立刻喝止我 叫我别乱说话 我那时候也觉得有点小委屈 因为我确实闻到香味 而且气味仍然很明显 我是车内唯一个闻到香味的人 不久之后妹妹说她肚子饿了 而刚好我们经过的路段有一道亮光 看起来还特别热闹 当我们越来越靠近的时候才发现 那是一边路边的餐厅 爸爸就带着我们下车打算去填饱肚子 当时的我虽然还小 但我一下车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一眼望去店里的顾客还蛮多的 但奇怪的是当下四周却只有我们一辆车子 我那时在想 嗯那些客人是怎么来的 他们走路来的吗 这里可是荒山野岭耶 但由于太饿了 我也只好尾随爸爸的身后 进到餐厅找个位置坐下 我还记得那时的爸爸还特别的吩咐我们都点同样的食物 因为这样大家就可以同时吃也不耽误时间 于是我们决定一起点了炒面 之后我们就开始听到厨房里有开始烹饪食物的声音 很快的服务员就把我们的炒面端了过来 他非常的友善 还说如果不够的话还可以再点 但当时不知道是太饿的缘故吗 炒面出奇的好吃 爸爸说他真没想到这样简陋的小店也可以煮的那么美味 不夸张 当时我们的炒面可以说吃的一条都不适 可以说是五星级的炒面了 可是当时吃饱后的我才开始注意到 他们在看着我 店里所有的顾客都同时看着我 那种凝视让我形容不上来 很诡异也让我毛毛的 我扯着爸爸的衣袖跟爸爸说 但当爸爸望了四周之后却说没有啊 其他客人都在吃东西 没有人在望着我们 可是我还是觉得很奇怪 再确认了一次 他们还是用很诡异的眼神同时望着我 是全部人同时望着我 他们的眼神真的很不对劲 我开始觉得害怕 过了一会爸爸付了钱 还给了一些小费给服务生 当时他把钱拿在手里只是笑笑 而当我跟妹妹要上车的时候 我又闻到了刚才的花香味 由于我是最后一个上车的 在好奇的驱使之下 我回头望了望小店 发现他们还是一样全部同时望向我们 但却跟刚才不一样 我看不见他们的五官 不是看不见是根本没有五官 当时的我吓得赶紧转进车里 用手一直捂着眼睛 抱着妹妹发动 当时的我真的太害怕了 妈妈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但我一直不敢回答 跟着我爸爸就继续开车 大家都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了 就我一个人害怕的快哭了 经过几个小时后 终于到了舅舅家 但当爸爸告诉舅舅 我们刚才已经在路上吃过晚餐了 舅舅的表情有点奇怪 露出一个不可置信的表情 这时他告诉我们说 那里并没有任何小店 爸爸说那里真的有一间餐厅 且那里的炒面超级好吃 第二天不服气的爸爸带着舅舅 遇到了昨天晚上小店的位置 可是那里竟然变成一块空地 当时我们都吓傻了 诡异的是 昨晚爸爸给服务员的小费 竟然分毫未插的摆在石头上面 那片空地里什么都没有 只以为可树 舅舅说也许我们是一到三斤鬼魅了 当时的我才敢告诉舅舅还有家人 当天晚上我所看到的画面 而在那之后我就连续发烧了一个星期 但是话说回来 那天晚上我们究竟吃了些什么呢 认识我的人都叫我阿达 这是一段成年的旧故事 话说在七八年前 我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两三次 必须来回马六甲和瓜拉丁加努 通常都会跟另外一个同事阿丹一起出发 我还记得当时我们是在晚上九点开的车 也刚好大家都不约而同的还没吃晚餐 所以那时我们决定到关丹找一家餐厅吃个饭 那天整个路程一切都非常的顺利 那时候我记得刚好是农历十五 因为月亮特别圆 我也不自觉的哼起小时候爱听的那首歌谣 就这样我们在凌晨两点左右到达了加兰港榜 在游站解决了内疾之后呢 我听见了奇怪的声音 我笑了出来原来是阿丹肚子饿的声音 之后我们就接着开车 大概开了十五分钟左右吧 我看到远处的路边好像有一家餐厅 由于去关丹还有一段路程 所以我跟阿丹就决定干脆在这家餐厅吃个饭 节省时间 我记得那间餐厅的旁边有间小屋子 我们就把车停在餐厅和屋子前面的一棵大树下 当我们走进餐厅的时候 已经有另外一群人坐在我们的桌子旁边 都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所以店里就只剩我们两桌人 我和阿丹都同时点了兰花饭还有拉茶 让我喜出望外的是这家简陋的餐厅 竟然能做出超级无敌好吃的食物 如果当时你是蒙着眼睛吃饭的话 真的会以为在高级餐厅用餐呢 我跟阿丹对望了一下就没有再说话 开始蓝吞虎咽的吃了起来 过了不久 吃饱喝足的我们才慢慢回到了现实 再放眼看看四周 只我们才发现餐厅里其实有点阴暗 由于厨房是开放式的 餐厅的服务生都只静静的坐在厨房里 更奇怪的是 坐在我们桌子旁边的那群人都有互相聊天 但我们都听不见任何的声音 在用餐的期间 也看到好几辆的汽车停靠在餐厅前 但却没有人下车 几分钟后他们又开走了 当时我们觉得时间不早了 就匆匆跟服务员结了账 上车前我还抬头看了看招牌 我心里在低估设店名未免一曲的太可爱了吧 就这样我们非常顺利的到达瓜拉丁加努 隔天也开车回马六甲了 两天之后我和阿丹又像往常一样 同样的时间从马六甲出发 由于都念念不忘当晚的拉茶还有兰花饭 所以我和阿丹都同时约好 决定再光顾那家餐厅 我们像往常一样凌晨两点左右到达加兰钢榜 但奇怪的是 这次我走了半个小时都看不见任何一家餐厅 我们都清楚记得餐厅是在路的左侧 距离加油站也大概只有500米左右 但无论我们走了多少次都没有看到那家餐厅 绕了三四圈后 最后我还是跟阿丹决定去关丹找另一家餐厅吃晚饭 因为当时真的是太饿了 接着我们就往关丹方向前进 开了15分钟左右 隐约看到有些亮光 当车子越来越靠近的时候 却觉得有点诡异 因为这家餐厅就是刚才我们怎么找都找不到的餐厅 我们俩就停得下来 这绝对是同一家餐厅啊 但问题是 为什么这一次让我感觉餐厅的距离差那么多啊 这分明不是在同一个地点 不同的是这次餐厅旁边的小屋子有一些男人在围着 看样子像是在下棋 大家也同时往我们这个方向看过来 当时我们确实很疑惑啊 但是还是挡不住美食的诱惑啊 我哈丹还是下了车 老样子 点了我们最爱的兰花饭还有拉茶 店里的情况跟那晚一样 服务生依然呆坐在厨房 我们依旧听不见任何人的说话声 一样有汽车停在餐厅前 没有留下又匆匆离开了 吃过饭后我们继续前往挂拉丁加奴 一切都照计划进行着 之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 直到有一天我们的汽车抛锚了 幸好当时得到一名消防员的帮助下 我们才得以继续我们的行程 要离开之前 好心的消防员给了我们一些善意的忠告 接着消防员很正经的跟我们说 其实那间餐厅有一种种的原因 已经结业很久了 盛传很多外地人经过这里 都会看到餐厅都还开着 也有不少外地人声称 他们曾经在半夜光顾过这家店 我当时跟阿丹傻住了 如果消防员说的是真的话 那天晚上我跟阿丹吃的到底是什么啊 我忘了忘阿丹 他的表情好像快哭了 回到马六甲后 我尝试在谷歌上搜寻这间餐厅 不收还好 一收还真的让我收了不少这间餐厅的神秘故事 的确有一些外地人真的遇到跟我们一样的事 但是非常庆幸的是我和阿丹都还平平安安的 也没食物中毒拉肚子之类的 毕竟我们曾经在那家餐厅吃了两次 饭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别忘了按赞订阅以及分享哦 我是阿丽丝 我们下集见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我先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